國民黨市議員一個做球題 下一棒立刻切入北市長選戰題 你這題目才太危險 那你要跟蔣萬安立委一起做什麼 你要跟他混在荒島 因為他長得 台下笑聲一片 但國民黨市議員的目標 正是柯文哲身邊的黃珊珊 你覺得黃珊珊副市長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有的優點他有 我的缺點他沒有 那蔣萬安立委你覺得他的優點是什麼 坦白講我不知道 不熟 坦白講你不知道 就長得帥帥的這樣而已 可是他在立法院從來不敢衝撞 我們立委跟我說蔣萬安每次都躲在後面 從來不敢上前線 政治要有立場 蔣萬安的溫和形象 連殼皮都搖頭 認為是沒立場 更立在旁邊的黃珊珊優點比自己多 根據媒體一份台北市長候選人民調 蔣萬安陳時中黃珊珊相比 蔣萬安只小贏黃珊珊一點四個百分點 若是對上林家龍 黃珊珊支持度更是超車蔣萬安 是副市長到底會不會用民眾黨參選的時候 你一開始說無黨對不對 你說你不會逼他加入 對 但是蔡壁如說要做民調 到底會不會做民調 我在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民調來解決 請問你民眾黨在市長候選人 市長選舉裡面 該不該提出候選人 不用啦 我自己就可以當母雞了 黃珊珊入黨與否可為折化 大綠搶籃的模糊策略有沒有效還是未知數 但光是等待底牌就已經夠讓對手緊張不已